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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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秦政殿 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 咸丰十年被八国联军烧毁 光绪十二年 一八八六年重建 取论语中的人者寿之意 改名人寿殿 这里是慈禧和光绪 驻元时期 临朝礼政 接受恭贺 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 感谢您的支持 这是秦政殿的后边 从这个秦政殿往北过来 这个园叫德河园 这个是德河园的半戏楼 也就是以前他们听戏的地方 我们进去看一下 上不去 这是一个建筑展 罗哲文建筑展 中文建筑展 商品 我身后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就是那个 颐和园的大戏楼 这个戏楼 进去来看非常雄伟 有三层 这个戏楼相当的气派 非常的气派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慈禧太后 挪用海军军费 修建颐和园 她的这个 她喜欢 她比较喜欢听戏 所以 她的这个 生活品质 肯定是不能降低的 就是 管你那个海军缺不缺钱 对吧 她不管这些 不管这些 到最后 其实 就可以这么说 直接导致了 我们中国当时那个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 战败 是甲午海战 甲午海战的战败 当时这个 和园花了差不多八百多万两的白银吧 当时 如果不 不修这个园子的话 我们当时那个能去买个 几艘 差不多八百多万两 能买个四五艘的这个军舰 再买点那个弹药 和日本那个打仗的话 应该还是能占优势 因为当时 北洋舰队其实已经是占优势的 但是呢 她的这个 军舰需要维修或者补给 你包括她那个 这个这个 套弹的补给 她是她是那个 那个 没有跟上 没有跟上的就导致了 我们中国和那个日本打仗的时候呢 就落后了 可以这么说 那个甲午海战 甲午海战的战败呀 就直接导致了 我们中国国内的这个革命 对 对 这边一出去就是那个 克明湖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 是她听戏的地方 妈妈 妈妈 妈 朋友 哈哈哈 这么好奇 哈哈哈 这个是一和园长浪 德和园东宫门 佛香阁 这地方是乐寿堂 乐寿堂的南边就是昆明湖 西边就是这个 这个余和园长浪 乐寿堂是 慈禧太后 他们住的 居住的地方 刚才那个 呃 人寿堂殿堂那边是他们听证的地方 乐寿堂它这有一个比较 要有看头的呢 就这个 这个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呢 它是 名字叫青枝锈 非常非常大 是那个 明朝的时候 米万中 他在房山的时候 发现的这个 这个这个大石头 用于建造园林 后来呢 呃 米万中 他就没有这个财力 把它给运过来 后来是乾隆皇帝 修一和园的时候 把它给运到一和园来的 呃 这个就是 玉兰堂的正殿 这个是那个 18 1898年 光绪皇帝曾在此 召见 所握兵权的袁世凯 希望袁世凯再度 变法维新 就在这儿 召见袁世凯 那个商量 不须正殿 然后 不须正殿的遗址 霞芬石 这个是物须正变的遗址 物须变法失败之后 呃 光绪皇帝 冬天被幽静在 中南海迎台 夏天呢 就被幽静在 呃 玉兰堂 呃 这个后边 这个这个砖墙 就是防止光绪皇帝 那个逃跑 就把这个门都给封住了 嗯 感谢您的支持 配合 嗯 感谢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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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